我们Lumi今天要去打疫苗了 而且比较疗惨 因为打完疫苗 还要等一个星期 才可以充分洗澡 打完之后 你就将变成熊一般的做客 你现在那么兴奋 肯定不知道待会儿 你要经历些啥 还有心思家暴我 待会儿你就老实了 今天是老米来到家里的第十二天 我想问小狗是不是小时候 都会这么亢奋 四驱涡轮增压出残忆 我妈这星期都没看清楚 她正面长啥样 开了小狗 知道今天要出门 显得更加兴奋了 一顿操作猛如虎 再看海可原地处 怎么又要出门了 是打针之前先把我朋友接上 她又肺疼了 你看她见到美女之后的状态 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 看似随意 实则竟从设计过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她带回公司 我想天天撸她 没那么快 她还没打完疫苗 没打完疫苗 怎么了我也不要她 我们又回到了 当初接上鹿米的狗舍 我大哥开始没那么兴奋了 见到钱通是你头也不敢抬 怎么回事 该不会是因为他们 骂得太脏吧 狗你的只狗 等待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小狗吵架 你看狗你是真的狗 你是真的狗 我是真的狗 在隔壁我们还发现一只 一次被缩过的芒果盒 这位大哥就厉害了 将来一看便是 从与绝顶 这只可以跟你打针的准备工作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他好像已经开始怂了 没事的都灭 待会就是感觉会被刀砍一下而已 没事的 你说你没事的 他干嘛 打完之后让我们救世他 打完之后回到家 我们的精神还是很好嘛 那我们就梳个毛 擦个脸 今晚睡个好觉 不会只有我一个人 沉迷帮小狗梳毛吧 每次帮他梳毛的时候 他都像编了只狗一样 好乖 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可以出门忙了 再见 再见